面對國民黨三位黨務主管 惡意的謀配 語卻不聽 蘇秘書長只不破過施法 讓事實呈現 蘇秘書長主要是針對王韻明跟三人這個 記者會召開相關過時指控 記者刑事妨害民罪都會辭職的告訴 那另外也會針對民權欺騙我們民主民視損害賠償這樣的行動 不論是遏制這個不死報要歪風 也是歪主比軟的清白 面對國民黨三位黨務主管 惡意的謀配 語卻不聽 蘇秘書長主不破過施法 讓事實呈現 讓該負責任的人不負其責任 請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